人类对于温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冷和热 而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什么物体都有一定的温度 人们就会好奇,温度存在上限和下限吗? 嗨,科普拉,闪电格今天带来温度的极限 科学研究表明,影响温度变化的其实是物质内部的粒子热运动 当粒子的运动越来越剧烈时,温度就会不断升高 相反,不断减弱的时候,温度也会随之下降 比如将手放进热水中会感到烫 那是因为热水里的水分子在剧烈的运动 当手出到这些剧烈运动的分子后,就会吸收它们的能量 导致手的分子运动程度增加,并且刺激神迹末伤 然后感觉到了烫 粒子的运动减弱程度还有一个极限,那就是静止 当粒子的运动完全停止的时候,温度也会降到极限值 也就是绝对零度,零下273.15摄氏度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一切物质 粒子的热运动是永远不会静止的 这就意味着绝对零度目前只是一个极限理论 在限制中无法达到 因为一旦粒子停止运动,位置和速度就变成了一个确定值 这与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相矛盾 如果说绝对零度是温度的下限,那么温度有上限吗? 可能很多人认为,粒子的运动剧烈程度没有上限 那么温度也是没有上限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温度是有上限的 首先了解一下普朗克温度 它是以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来命名 作为温度的单位,普朗克温度大概是1.4亿亿亿亿摄氏度 它被认为是宇宙大爆炸瞬间产生的热量 根据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 组成物体的粒子如果被加速到无限趋于光速时 它的动能将会无穷大 这就意味着物体的温度会无限升高 当温度高到一定的程度时 一定会强大到和另外三种基本力统一在一起 它们分别是电磁相互作用力 弱相互作用力和强相互作用力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那么任何物质都无法存在 无论多高的温度也都失去了意义 因此温度的上限被定为了普朗克温度 人的目前创造了最高温度是5.1亿摄氏度 大约比太阳的中心热30倍 这是1994年5月27日 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 托克马克核聚反应堆 利用刀和穿的等离子混合体创造出来的 然而这个温度和普朗克温度相比 简直就是微不足道 普朗克温度和绝对零度是不同的 绝对零度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温度 只要粒子运动没有完全停下来 温度就不能真正达到这个极限值 目前在已知的宇宙中 最低的温度是不莫让星云的温度 达到了零下272摄氏度 被称为宇宙的冰盒子 机密绝对零度高出了一度多一点 而造成不莫让星云 温度极低的原因 是由于它正在急速的爆发 但周围没有任何热源 所以内部的温度不断的下降 最终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的状态 科学家为了达到更低的温度 先是制造出了液氦 然后再用液氦蒸发的办法 想要制造出更低的温度 但最终也只能达到零下273摄氏度左右 具体绝对零度只有0.1度的差距 但这却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通过上面的讨论 我们知道温度是有下限值的 那就是绝对零度 同时也有上限值 那就是普朗克温度 可能温度的极限 随着人类科学的发展 还会发生变化 但到了那个时候 人类的文明 可能早已是星际文明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关注我 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最后一同 最后一一段时间 你什么时候 或访问 Myself 感谢观看